曾经在农村的野外,山林里有很多野草,在中药上都是宝,随着时代的发展,中意逐渐示威,环境的变化让很多中草药也不好找了,只有在山山里面才有,采药人也逐渐减少了。 有的中草药已经开始了人工种植,但药效和野生的中草药差远了,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种朝在山里的草药,对男性来说可是一味不要忧,丢仙毛又叫的松,毒毛,沙大参,仙毛参,海南参,毛爪子,婆罗门参,属于仙毛科,多生长于树林中,草地或荒坡上,在中国浙江,江西,福建,台湾, 湖南,广东,广西,四川南部,云南和贵州都有生长,在东南亚国家和日本也有分布,前茅根状经济原柱状,初后,直升,直径约一厘米,长刻达十厘米,夜线形,现状披真形或披真形,大小变化甚大,长时到四十五,九十厘米,宽物到二十五毫米,顶端长线间, 鸡布剪辖长短柄或镜五柄,两面散生树柔毛或五毛,丁花精甚短,长柔的七厘米,大部分藏鱼少状叶饼鸡布之内,一倍毛,薄片披真形,长二点五,五厘米,巨原毛,总状花是,多少成三房状,通常巨四的六朵花,花黄色,花更长约两毫米,花被裂片长人状披真形,长八到十二毫米, 宽二点五,三毫米,外轮的背面有十三生长柔毛,琼瑞长约为花被裂片的二分之一,花丝长一点五,二点五毫米,花要长二到四毫米,柱头三裂,分裂部分叫花朱未长,四方狭长,顶端巨长绘,连绘长达七点五毫米会约一站L3,被输毛,将过进放垂状,长一点二,一点五厘米,宽约六毫米, 顶端有长辉,种子表面剧动突然,花过七次到九月,采摘鲜毛最佳时机,要选择在二到四月发芽前或七到九月鸟出枯萎的时候挖取根筋,采回家后洗净,出去续根和根头,直接晒干或蒸一笑再晒干,然后放在干燥的地方,丢鲜毛性热,内心,归顺精,干筋,皮筋, 具有不适量,强筋骨,趋寒湿的功效,属于不需要,分类下的补羊药,助羊为筋冷,小便湿劲,万肤冷痛,交细酸痛,筋骨软弱,恰致巨蓝,更年期综合症,鲜毛有一定的毒性,一般可用蜜干水浸泡后,出去红水毒性就会减少, 要经过炮制才能减少毒性,市场上有的可能是用铁棒锤,此物含有剧毒,必须经过炮制,所以要买中草药,还是要去正规的医药市场购买,仅遵遗嘱使用,丢鲜毛的炮制方法,一,九鲜毛,取净鲜毛用黄酒拌匀,肉痛后,去锅内微炒制干,取出,量干,每鲜毛100斤,用黄酒湿到20斤, 二,雷宫泡制论,繁采的鲜毛,后,用精水洗令镜,刮上皮,鱼环针上,用铜刀切都许大,却用生息不带生,鱼污豆水中浸一宿,取出,用酒湿拌了蒸,从此致害,取出爆干 三,还要奔草,鲜毛,用湿竹刀切,糯米干净,丢鲜毛使用禁忌,便秘,严痛,扬强抑止, 尿痴等病症患者不宜服用,二,阳虚火旺者不宜服用,三,阳虚发热,咳嗽,吐血,绿血及已经白毒等症不宜服用, 本文仅做科普仲,不介绍复方,资料整理来与网络,如有,联系删除,征病请去看医生,建物先偏方,仅遵遗嘱用药, 购买中草邀请到正规药店购买,以免上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